面糊 大家好,我是美味小水小刘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凉皮 先和面糊 做凉皮,面糊一定不能太稀了 不然的话做出来的凉皮软塌塌的,不劲道 容易断,白群还不好吃 饺子次数越多,做出的凉皮也越劲道 在面糊里,加一勺盐 面糊拌匀后,搅到这种稀稠度 然后放置半个小时左右 切上黄瓜丝 香菜切长点而断 准备点豆芽 把豆芽放开煮锅里炒一下 碗里面加两勺辣椒面,少许的白鸡马 切点适当片 放点八角,花椒,小火香 锅里倒适量的油 把刚才那些调料放入锅里炒香 放入三块,我离三块有点多了 炸好后把调料捞出来 然后泼辣椒面 这次呢,没有做调料水 因为这种凉皮呢,容易洗调料水 没有擀面皮或者面皮那么筋道 但是呢,这个比那两种要简单许多 辣椒碗里倒少许,陈醋 这个醋在锅里加热下,这样比较香 加点生抽 适量的盐 加点凉开水,搅拌均匀备用 在蒜泥碗里,加点温开水搅一搅 在蒸屉上刷层油 凉皮萝莉也刷层油 把凉皮萝莉的面糊当匀 然后放在开水锅里 不要着急盖锅盖 等几秒钟,凉皮萝莉的底部均匀受热后 再把里面的面糊当匀 然后再盖锅盖 一般等2-3分钟就好了 现在把蒸好的凉皮放在凉水盒里晾凉 等锅上蒸的另一张快熟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接下来了 这个凉皮萝莉一定要干净 里面不能有杂质,也不能进水 这样的话会粘 现在凉了,可以接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特别光滑 一点也不粘 就在这个蒸体上 在凉皮上面再刷一层油 我这个凉皮切得比较快 喜欢吃细的红油可以切细一点 加点绿豆芽 黄瓜丝 蒜水 醋 最后再加点红辣椒油 咱们今天的凉皮就做好了 朋友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分享下 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 请您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